天氣越來越熱 來到七堵石工坛 把身體浸泡在溪水裡 清涼又消暑 由於風景秀麗 水質清澈 因此吸引不少泳客 前來游泳溪水 附近的居民更是把這裡 當成成泳聚會場所 它溫度很平均 都在15度上下 水是流動的 但是它有一段一段 你看這裡曬得到太陽 它就會比較熱一點 你游到中間 那裡 那裡 順一下就會 感覺會涼一點 天然行程的石工坛 全長約150公尺 最深的區域 近有3米深 在地的泳客說 水道看似筆直 但深淺不一 岸邊河溪底的石頭很滑 一定要注意安全 很久以前就發展了 夏天有時候 沒去游泳池就來這裡 太大年了 我這麼親嗎 親還好啊 你慢慢的下來 你下來就不 還好啦 你要是 要是沒有游泳的那個的話 帶個救生圈 就不是女生 不錯啦 往年暑假 石工坛就會傳出 溺水意外 山府站邊設置了危險水域 禁止細水游泳的告示牌 但不少民眾無視於告示 細水發生危險 消防局很無奈 只能呼籲民眾 找適合的水域玩水 下水前必須做好暖身 帶小朋友玩水 更要有安全護具 石工坛 因為沒有救生人員 沒有救護站 所以民眾在汽水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下面幾點 第一點 要下水前要做好暖身的一些運動 然後再來就是 要結伴同行 萬一有發生狀況的時候 可以互相的呼應 然後第三 水聲有時候下午熱對流 然後雨水會暴漲 那也要注意水位的升降 避免突然的河水暴漲 造成離開的危險 消防局提醒 民眾戶外汽水 最好挑選有設置救生員的水域 另外多多注意周遭的天氣變化 才能夠確保生命安全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